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巧玉 在 在 再过片刻 她便可清醒 为了避免误会 小妹失陪了 小姐 慢慢 小姐 我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了她 就生下郭姐了 只有发动埋伏定可将她擒货 可是你为什么又把她放了呢 郭姐的武功 出乎我的意料 发动了埋伏也未必有用 再说她们两个 不像我们要寻找的人 冤家一解不一结 这道理你们不懂吗 这门功力也太累人了 那郭姐说得没错 恐怕只会害人伤己 小姐 你安心调养就是 我俩在门前守卫 巧玉 通知花大姐 这几天停止一切活动 巧玉遵命 都会讨论 可怕 可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一起来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趣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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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 是 杨善 臣在 你知道朕为什么喜欢你吗 臣不知 朝廷里的老臣太多了 老臣持重固然好 但是朕更需要有魄力的年轻人 所以魏爱卿和你才成为朕的左膀右臂 更何况也只有你们俩才明白朕的凶才大略 皇上对魏臣厚爱 杨某愧不敢当 今天朕找你来 是想问问那两部奇书的下落 回皇上 臣已经派出大量人手明察暗访 可是奇书至今也没什么消息 朕不怪你 不过朕一定要你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这样部奇书 千万不能落入匈奴人的手里 如果找到奇书 朕一定会重重赏你 皇上放心 微臣会全力以赴 就是终其一生 也不会让皇上失望的 终其一生 这时间未免太长了吧 好了 先不说这些了 对了 这些天京城有什么新鲜事 找到那几个匈奴人了没有 回皇上 没有 没关系 诺大的京城藏几个匈奴人怕什么呀 不过最要紧的是要知道 他们混进京城的目的是什么 是皇上 还有呢 匈奴人没有抓到 但是这两天 翠一楼在百类台招护院 郭姐和后续病都去了 微臣也刚从那回来 人在那里招护院 你们去干什么 本小卒是在那看热闹 我们在那抓了一名 叫张彪的江阳大盗 江阳大盗 对 这个江阳大盗 隶属一个叫做山盟的秘密组织 山盟 朕怎么一听说过呀 这个叫山盟的秘密组织的宗旨 就是来反对朝廷 来反对皇上您的 反对朝廷 反对朕 朕看没那么简单吧 回皇上 微臣已经抓住了他 正在审讯呢 正在审讯呢 爱卿 你一定要帮朕查个水落使出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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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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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女儿就此告别了 你要好好保重啊 好吧 我的孩子 一路上多保重啊 嗯 伊雅塔利斯 我们走了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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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菜都做好了 马上就能吃饭了 这顿饭终于可以吃了 我给你拿着 小月 什么好菜啊 嗯 真香 好 大哥 来 郭大哥 尝尝我的手艺 你们真坏 一大早就欺负人 不灵敏了 走了 姑娘大了 也知道爱漂亮 是啊 大哥 他一早就盼着你回来呢 成天到晚的问我 郭大哥回来没有啊 郭大哥回来没有啊 问的我都快烦死了 唉 也就是你回来了 他才肯这么下厨 这么早的去买菜做饭 我要是回来啊 根本没戏 没想到我还有这么大面子 那当然了 你不是看见他长大的吗 好 小时候啊 你给我们讲故事 后来叫我们武功 带我们骑马打猎 其实在他心里面啊 你是这世界上 唯一的大英雄 世兵啊 小玉长大了 也不能成天让一个姑娘夹的 五刀弄枪的吧 也得考虑考虑 他的终身大事 给他找一个好人家 把他嫁了 我才不要嫁人呢 我还要跟着郭大哥 闯荡江湖呢 你也想闯荡江湖啊 闻那江湖上 哪有你这样的女孩 什么叫我这样的女孩啊 我这样的女孩怎么了 虽然我是个女孩子 可我也能像你们那样 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 郭大哥 你说对不对 大哥 大哥 想什么呢 你想得那么入神 我在想 崔玉楼的花容吗 什么 你们居然跑到妓院去 郭大哥 我一向崇拜你 敬重你 你 你怎么可以带我哥哥 去做那种事 小玉 别胡说 是她自己说的 在想天下第一铭记 难道我冤枉她了吗 小玉 其实大哥心里最明白了 这普天之下 对我郭姐最好的 就是小玉妹妹了 你想想 大哥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呢 如果真的去了那个地方 一定有我的原因的 现在有很多的坏人 都藏在花楼里面 今天呢 我去见那个 所谓的天下第一铭记 花如梦 可是我觉得 不论气质长相 各方面 都比不上我们的小妹 干嘛拿我和您记女笔啊 好了好了 我们来尝尝小妹的手艺 吃饭 来 来吃饭 哎呀 不容易啊 来 好 我去想 уст pistolas 你不去 咱们去 怎么会害怕呢 放心吧 长安是个大城市 一定会有客栈的 到时候 我们就在客栈里会合 走 驾 驾 驾 看人家啊 站住 什么人 是你啊 胡老头 你三更半夜 在这干吗呢 没 没什么 本来都已经睡了 忽然想起 这火房里的柴火不够了 我呀 就赶紧起来啊 去弄点 这不才回来嘛 行 赶紧走吧 好 郭兄才来呀 小妹已恭候多时了 我没有走眼 姑娘果然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郭兄过奖了 请入座 为了等你 小妹的肚子都饿了 没什么紧张的 你看 桌上的韭菜未动 房内再无他人 在下今晚来此 可不是为了这多酒席 看你手持长剑 该不是为了杀我而来吧 只要你的催眠大法 不为祸江湖 我有什么理由伤害你 我们喝一杯吧 请 请 驾 走 这 郡主 你看前面就是扎压立州 走 这 这 这 进 终于看到水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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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 走 驾 分兵之计 这几个女人真够狡猾的 分头去找 驾 好啊 好好好 小玉啊 我看最近你的剑法长进了不少吗 真的吗 我要好好练剑才能陪你行侠江湖 真的 那我来给你过几招 好 来 来 准备好了没有 我要进攻了 好 好 走 小玉 怎么了 这不是伤着你了 让我看看 来 看看 看看 我骗你的 敢骗我 好温你 来 把剑剑进来 咱们重新来 让你去 peripheral 也想不及格 撤下 好了 我妈妈 等一下 走 走 走 我给你倒 你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大哥 只有郭大哥才能喝酒 怎么 你不服气啊 郭大哥本来就是老大嘛 当然要替他先倒了 等等 给他倒上 女大不中留咯 来 开 开 来 郭大哥 吃啊 山盟你都没听说过呀 真是太孤陋寡闻了吧 我告诉你啊 山盟啊 现在是江湖中最神秘的一个帮会了 老兄啊 话别讲一半好不好 是不是想不起来了 说 山盟没听说过 太行三虎总听说过吧 太行三虎 江湖上定律有名 我当然听说过了 上个月我去山东 回来的路上才知道太行三虎 已经拆伙了 老大进盆洗手 老二隐退江湖 老二老三全都加入了山盟 从此以后啊 就无影无踪了 听我说啊 你啊 小心这种消息 千万别乱说 我注意就是了 来来来 来 吃他吗 吃他 把他拿下 是 走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又没犯法 带走 走 走 干什么 没想到郭兄也在这里 看来你我真是有名的 等等 在下有公务在身 恕不奉陪 大哥 这山盟是怎么回事 你以前听说过 你问我 我问谁 有机会去问杨善不就知道了吗 喝酒 弟兄们 四家里找一找 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无从朝起啊 胡说 你满大街散播山盟的消息 难道这些消息是你下编的吗 我 来人呢 在 大行伺候 是 大人 大人饶命啊 大人 大人饶命啊 小的招 小的招就是了 那你要说真话 若有半句虚言 那你可就没有第二次了 设帝范明 自幼练习武术 有一天他喝醉了 回来告诉小的 说他要发大财了 说是山盟的人看上了他 然后又说了些山盟的事 那他说山盟是什么样的组织了吗 没有 他真的没说呀 范明现在人在何处 他就在长安城里 他很少回家 他整天在赌场和妓院鬼混 小人句句实言 绝有半句虚假呀 等本官抓紧了范明 问清楚了 就可以放你回家了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大哥 你只是说嘛 不能只说一半啊 说嘛 说嘛 这个有些故事啊 真的知道结果就没什么意思了 还有一些呢 他根本就没有结果 再有一些呢 就是大哥现在实在编不下去了 我大哥就会哄小玉 以为你好火啊 好火你就欺负人啊 好好啊 不好 以后大哥再不同意了 但不准你胡编 大哥 我问你个问题 嗯 你骗过人没有 哎呀 刚才我讲的那些呢 都是瞎编骗人的 就知道欺负小玉 晓月 别闹了 我跟大哥啊 还有正事商量 什么正事 哎呀 去把柴后收了 别逗了 快去吧 大哥 来 知道了 你舅舅魏清 当了大将军 知道啊 怎么想的 他当官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徐兵啊 我有种感觉 你今后一定会当官 而且会报效朝廷 我 我才不当官呢 当官多没劲啊 没意思 我呀 要跟你波大哥 行侠仗义 小江湖 那才威风 才呆劲呢 这威风不威风的 咱们暂且不说 这行侠仗义 行走江湖 也只是为了少数人 这报效朝廷 才是为了天下离术 这才是男儿应该做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不当官啊 我知道你会这么问 你知道大哥 就没有当官的命啊 郭大哥就适合当游侠 哥 你还是听郭大哥的话 去当官吧 你要是当了官 这就自然会照顾你 至于郭大哥嘛 就让他当他的游侠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来照顾他 你倒怪聪明的 把我发配当官去了 你也好跟着郭大哥 闯荡江湖行侠仗义 想得美 我可没说 我要跟着郭大哥 闯荡江湖 好了 咱不说当官的事 那就说说江湖吧 江湖最近好像挺乱的 这个大道 那个大道的 还有什么叫山盟的 缴的多位大人 都亲自出动了 大哥 最近江湖 是不是真的很乱 最近江湖 的确不是很太平 有些人呢 在江湖上不停地走动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但是我有种感觉 好像在酝酿什么重大的阴谋 重大阴谋 如果不出所料 山盟有可能就是这次的组织者 和策划者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朝廷可就麻烦了 那边匈奴还没解决 这边山盟又来了 还说不想当官呢 你看 没怎么着 就开始替朝廷担忧了吧 大哥 既然江湖上有了动静 我们就不能 袖出旁观事而不见 明白了大哥 不管是山盟 还是匈奴 只要是大汉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敌人 大哥怎么办 你只管发话 取兵 你有时候做事呢 就是太冲动太狐猛 你想想 山盟既然敢这么做 他能不精心地准备吗 说得也是啊 这山盟到底怎么回事 还真是两眼里抹黑 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的 首要任务 就是要摸清山盟的底细 摸清底细倒是可以 我们总要有个线索吧 你真笨 杨山下午不是抓了一个 说是山盟的人吗 在这里 终于uerdo 小王爷 怎么了 抓到了没有 属下连岳带人去追查 可是 梵桐 我去梵桐 就几个女孩子都抓不到 还能干什么事情 属下惭愧 属下该死 惭愧个屁 继续去搜 我料的三个女孩子不能飞上天 抓不回来 不要回来见我 去 属下遵命 小王爷 他们可能已经不在这儿了 如果要追的话 那就得继续向前 如果在下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快到长安了 小王爷 您知道 大月之人向来比我们更熟悉 沙漠的地形和气候 五爷 有话就说 不必伤害 不必伤害 像个娘娘枪一样 是 小王爷 在下以为 既然我们的敌人已经快到长安了 那我们是不是 抢先已不肯到 然后不好埋伏 等待时机 一旦他们出现 就把他们干掉 不必伤害 不必伤害 胡爷 这个主意是你出的 万一萧音他们 活着见到大汉皇帝 到时候连你也不要活着来见我 小王爷 还令下去 马上乔装打扮 分批前往长安城 不管是谁 遇到萧音他们 不须警示 立即斩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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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有 Lu 哪 驾 什么人 一亚是我 塔莱丝 是你呀塔莉丝 shore 六 郡主呢 怎么 静主没跟你在一起吗 她不会有危险吧 放心 我们两个都没事 凭郡主的身手 他怎么会有事呢 那倒是 因为我们的身手 郡主可是强了百倍呢 他不会有危险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就去找郡主的吩咐 赶紧赶往长安去找他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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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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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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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压保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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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范宁 来 去 阿淼 追 那是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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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什么 这人 你是什么人 你没看见吗 你没看见吗 本姑娘 就是站在你面前的人 不是什么 不是 对 不是 等的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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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拿下 好 起来 老实点 好 多谢姑娘出手相助 姑娘好身手 这算什么 比起我大哥那还差远了 你大哥是谁 郭姐 难怪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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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好像死了 不用救了 舌根已经断了 搜搜他的身上 还有什么东西面 姑娘 虽然事发突然 但我还是要 谢谢你的相助之情 杨大人太可惜了 姑娘 你 认识不乖 当然了 你在茶楼抓人的时候 我已经见过你了 姑娘是 小女或小玉 小玉 嗯 大人 您看 这是什么东西 太山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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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人 告辞了 如果有机会 我还会来帮忙的 好 我还会来帮忙的 我还会来帮忙的 你不会去 你也要帮忙的 你还不想 我 你不想帮忙的 你不想帮忙的 你也要帮忙的 原来你们两个串通好了 一起来跟踪我 谁要跟踪你 那杨善呢 我怎么知道 那个人是不是自杀了 小月 你知不知道 你一天怎么瞎跑 不但找不到山盟的任何消息 而且还会破坏杨大人欲擒故纵的大忌 欲擒故纵 对呀 什么叫欲擒故纵 欲擒故纵 欲擒故纵 好 这么说 打个比方就是 我们想抓老虎 我们抓了一只小老虎 但是我们想抓到更多的老虎 又不知道老虎的窝在哪 所以我们故意把小老虎放走 让它给我们引路 来找到老虎窝 抓到更多的老虎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真是这样吗 那杨大人刚才干嘛要感谢我 杨大人是不想跟你计较 那我不是想帮忙 反正就坏了我们的事吗 看来人家没说错 有些人只会用剑 不会用脑子 谁说的 有些人又是谁 好了 不告诉你 你哥说的是自己 走了 我 等我一下 不过来 你怎么办 帮助护子 放鸣的铜牌上刻着太山十五 看来山盟是以山的名字 作为组织代号的 此太山十五很可能是 太山分舵中的第十五号成员 我探寻缉拿山盟组织 已经很久了 那个组织内部啊 高手如云 卧虎藏龙 像范明这样的武功和能力 绝不可能是山盟组织内部 百名成员的一个 他之所以叫泰山十五 只是说明他是一个小族子 是一份子 而这个泰山十五的称谓嘛 也只是山盟组织的一个庞系 大人分析的极是 今日成功抓获范明 却没有问出什么东西来 实在是可惜 枉费我们一番辛苦前去捉拿 其实我根本没想抓范明 之所以没有告诉你们 是怕你们知道了实情 露出破绽 坏了本官的大事 我只想放长线钓大鱼 先吓唬吓唬这个小小的泰山十五 然后由他捋出泰山一号 最终挖掉整个山盟组织 可惜大人这一盘好奇 让那个新货的小丫头骗子给搅了 话怎么能这么说 那个丫头也是一番好意 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虽然失去了范明 但是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啊 大人真是大量 难怪皇上那么喜欢大人 皇上喜欢我吗 那还用说 整个京城谁不知道 大人您和魏清将军 整个就是皇上的左膀右臂啊 虽然现在我是皇上的左膀右臂 但是如果到期查不出山盟组织 皇上也会断臂的 到时候 他换上那个郭姐也不一定啊 大人过奖了 这怎么可能呢 像郭姐说好了是个大象 说不好啊 那就是个小混混 你看他整日都跟什么人家交道 不是要饭的 就是铁匠匠匠 这样的人皇上会喜欢吗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还有那个霍去病 整个就是个根壁虫 就像是郭姐的影子 到哪儿他都跟着 好了 好 下去吧 是 你是郡主 你没搞错吧 堂堂一个郡主 跑到我们妓院干嘛来了 花大姐 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 就让我来陪他们好了 忘不了你的眼神 打开思念的心梦 听到花开的声音 听到花开的声音 有多少喊话青春 我说不得了 这错误的指引 月份各有缘影 你你的花魂 人生和来缘分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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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